變成你手沒有辦法延伸出去的時候 你那個球就降不下來 特別是在這個下溝同手的狀況之下 你如果手不能往前延伸伸長的話 這個球偏高的其實就會比較高 剛剛後教練也有做一些提醒 兩好三壞 吃一球 好球 主審判定是好球進了耶 最後打擊了郭俊勇 沒有出棒的遭到三陣形成的一人出局 在兩好三壞的情況下 遭到投手的三陣 不過這個球真的有一點可惜了 在兩好三壞的狀況之下 你不能因為這個經驗說 有可能他會再投出壞掉 事實上在兩好三壞的狀況之下 而且就是滿累的狀況 勢必你要去想辦法把這個球給破壞掉 你千萬不要去站著等那個球進來 讓裁判來判斷你的這個安全與出局啊 輪到是陳庸基 這一棒打成了在右半邊方向的飛球 右外手最後追這個球 最後是出了界外 當然這個球是沒有機會來接的 已經打到那個牆上了 但如果有機會來接的話 這個是要接還是不接 對 這個球要接下來 因為我們中間有三分的一個領先嘛 那你這個球把他接下來之後 造成兩人出局 縱使這個跑者都各進推擂 我們還有空間可以再跟他拚 那如果你不去 可以接不去接他 讓他掉下來 一人出局 很有可能這個接著下來的打擊者 他是有破壞力的一個打者 是 因為現在對領先三分的LAMIGO來講 出局數是最重要的 是 打成了界外 剛剛查了一下紀錄喔 陳振達在這場比賽之前 本季初賽五場 從來沒有面對過統一師隊 這五場比賽當中 有四場面對兄弟相 一場面對心動牛 所以這也是陳振達他 他今年球季的第一次能面對統一師隊 對 我想教練會這樣安排 第一個就是說 許民潔大家重視比較熟悉的啦 那再來就是說 你承著哪一上來 這些打者在不那麼熟悉的狀況之下 也許他會有比較不同的這個表現 不知道是不是騎兵啦 那這個騎兵能不能奏效 陳用基目前的球輸一號 只有兩塊球 那能不能奏效 其實就取決在他的控球 是不是可以回穩 對前面八局的一共留下了八個殘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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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球偏高了 清晨了一號三塊 這個真的就是考驗教練的一個耐性啦 我到底什麼時候要上去把這個投手給換掉 然後這個時候投手教練會特別緊張 趕快需要這個捕手去引導投手 看怎麼樣子把這個球投進好球袋 我們在看到這個場邊 莊真雄教練一直在提醒捕手 你要去引導他你要去引導他 陳用基下個球會不會出手的一號三壞 這球揮棒 黃立揮棒落空 現在變成了兩好球 三壞球 來到了滿球數 高了一點 比較高 這是一個變化球 就是有點 由下往上勾上來的一個變化球 台灣紅炸擊今天前四次上來有過兩支單打 好 三壞 這個球出棒打成了界外球 今天陳用基兩支安打 昨天他是打下的單場 最有價值球員MVP 敲出了一支三分打點的全壘檔MVP 今天也有兩支安打 是今天唯一的 同一是對唯一的一位打者的 單場兩安的球員 其餘的最多就是一支安打 這個整場比賽看起來 最精采的我想就是在這兩三個打席 包括剛剛這個郭俊佑 然後現在陳用基 這一球結果好球 我又是在馬壘的時候 聯好三壞 再次投出了三陣 陳用基跟郭俊佑一樣 沒有出棒 遭到三陣型的兩人出局 這個投得相當的精采 跟剛剛抓掉這個郭俊佑 是相同的球路跟位置 那兩個打者都沒有去做一個 揮棒的一個動作 不過我想前幾場我也觀察了 看了一下陳正打的一個投球 事實上他在投內角球的 這個準確度也相當的好 那今天他一剛開始在投的時候 都感覺上有點偏高 變成他的這邊主要的這個 內角球都沒有去投出來 LAMIGO教練團這邊好像是 先中了樂透一樣 但是能不能到銀行去 能不能到銀行去對獎 這個還不一定 因為市隊還有機會 輪到施林志祥 不過反觀這個統一市隊 這邊的總教練就會比較 會比較 比較 比較悶一點 在同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兩個都是同樣的球路 都沒有去做揮擊的動作 都是玫瑰棒然後被主審直接拉起來 對 輪到是林志祥 面對林志祥 現在陳正打球球上的絕對領先 良好球沒有壞球 這個教練真的會有點失望 在兩個都是良好善慰的狀況之下 投出結果都是一樣 兩好球沒有壞球 陳正打這個騎兵了 會不會今天投完之後 取代許明傑變close了 對 這當然不知道啦 但是目前為止呢 他上來之後 雖然投了一個保送 但投了兩個三陣 威風羅空 結果最後是連3K 結束了這場比賽 哇 統一師隊呢 在這場比賽呢 四次形成了滿壘 但最後並沒有得分 這場兩隊本下半球季的 第二場比賽的交手 藍兵戈桃園隊呢 是以3比0 玩封了統一師隊 那先發的摩爾 表現得非常出色 郭彥文今天也有兩分打點 包含了從強納斯的手中 敲出拳雷打 另外呢就是騎兵陳正打 在今年球季第一次面對 統一師隊的比賽呢 雖然一開始對高次郎投出了保送 但最後連3K K掉了郭君佑 陳永吉以及林志祥 結束了這場比賽 最終LAMIGO是3比0 擊敗了統一師